台湾护照 亨市价5万美金 是真的吗 大家好 我是乔娘 今天是星期六 有朋友说让我到农服市场来看看 有没有紫糯米 玉米 这里是九号步道 也就是九二一地震公园这里 今天的人超级多 卖什么的都有 这两天又有小黄瓜了 小黄瓜要挑直的 屁股用一点的 这些都是线采的 非常直 很漂亮 一百二 好 买好了 先放这里 下山再拿 今天还要来买线采的绿竹笋 等一下下来 再上去挖 山里的空气非常漂亮 星期六 星期天 大家一定要来走一走 看一看 顺便就可以带菜回家 看 这是九二一地震留下的后遗症 这个桥已经没人走 上面长着灿天的竹笋 前面有人爬完山已经下来了 老起的鸟儿有虫吃 现在还不到七点正 听鸟的叫声多好听 这条步道会让你顿时出汗 秋天了 大家一定要多多运动 让身体发热 多流汗 可以休息 但不要放弃 这是爬到一半 休息一下 我可能就要放弃了 大家还要继续往上爬 这里慢慢的爬 一般的人都可以上的来 你看 大家都很有体力 也没有感觉到很累 每个礼拜一定要让自己出汗一次 这些步道都是九二一以后修的 都非常的漂亮 哇 我就喜欢落叶 这好像是 哦 是构树 很高的构树 这里是九号之一 还没动爬 就想返回 这都是年轻人 好 下来了 这里散发着泥土的清新 今天我要吃绿竹笋 先挖的 刚上山的时候 没看到你挖 那个太小了吧 没有 现在 漂亮 对 我审树那边没有这种小竹笋 这太长了 有点大了哈 这个还不可以 这个还小 很嫩 这条路的两边 上面都种这些竹笋 都是地主自己家的 都是现牌 现卖 这些农夫都是早上四五点钟起来挖的 也是当天挖的 也都很棒 我来拿着我的小黄瓜 今天我又买太多了 大家都是先买好 爬山下来再拿哈 不错 我今天又买太多 你看又提不动了 买现蛙的竹笋 上去跟着它现蛙 所以今天又多了 好 谢谢啊 好 感谢 拜拜 现蛙的竹笋不用抹 大盘上要抹保鲜剂 这个地彩还留着呢 漂亮 带大家上去看 这就是九二一地震公园 昨天还有个朋友在地震影片中留言说 听说有这个公园 对 今天 教堂的人在这里唱诗歌 好好听哦 触景深情 又想起了我的父母 他们唱诗歌的情景 哎 我是不堪回首 谢谢 如果你家有小朋友的话 谢谢 谢谢 耶稣 爱你 耶稣爱你 谢谢 真好 坐下来休息一下 其实我听着耶稣的歌 我都会眼泪掉下来 因为我的父母与耶稣有故事 父母的故事等我有勇气在分享 大家很感人 再聊下去会掉眼泪 昨天我不是又办护照又照相 内容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但是这次小粉红被我教育了 他删贴了 我加他的微信 我从头跟他讲 来到台湾 我对中华民国的认识和理解 其实我想小粉红的思想 他就是跟我们刚烈台湾手势一样的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 我记得我是11月1号来的嘛 那你让我们烤一下 好 一二三 一二三 再放大一张 一二三 一二三 亲爱的好朋友 好三张 谢谢 好好笑 笑他去 旁边的人让我帮他拍照 他没有发现我在这录影 啊不会没关系 真客气 照完了才发现我在这录影 跟我说拍拍 我说不会不会没关系 台湾人就是这样 大家太有礼貌 好好好没关系 就这几个熟男一起拍照 让我帮忙 这就是台湾人的生活 大家出来都像熟人一样 我今天出来拍摄就是给那个小粉红联系 看看我们台湾人星期六的日常 我答应他我今天来拍个921地震给他看 地震后的太平人是怎么过生活 我刚才说过我11月1号来到台湾 因为马上就过年了嘛 过年的时候老公就跟他朋友们拜年啊 互相说一些恭喜的话 说恭喜今年民国多少多少年 大家新年快乐 就这样讲 我当时想都什么年代了还民国 我就开玩笑说 那我嫁在民国 我不是跟我奶奶同年龄吗 我老公就笑 还好老公从来不强迫我认知 老公说你慢慢就知道了 人要不断的学习 就给我一本农民力 让我自己先看 其实从一个又红又专的国度 又退回到中华民国 的确这个思想的转换 也经过一段路程 特别是经过了921大地震以后 我深深的理解 每一个地方的生活 就连地理位置都不同 就像一棵小树苗 你从平地挖到山上 别人只能浇水 阳光雨露需要你自己吸收 需要你自己成长 周围的环境 你要自己去适应 我就把这些道理讲给小粉红听 我告诉他 你知道中华民国的护照 有人在黑市上贩卖一本要多少钱吗 从一万五到五万美金起跳 而且有110个国家免签 他说那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 第一台湾人民的平均收入在两万以上 基本上台湾人民是不需要逃到外国去 非法打工 非法拘留 第二就是台湾人民的素质 因为有信仰有宗教 所以外国人认为台湾人犯罪几率 不是说没有 相对而言会比较低 不会给他的国家造成危害 特别是一些小国家 非常欢迎台湾人民去旅游 台湾人素质高 爱给小费 台湾不可能在他们那里非法打工 抢夺他们的饭碗 剥夺他们的工作权利 他说对 我有个朋友真的买了一本台湾护照 拿着到处炫耀 我相信 我说我可能相信 因为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 有人贩卖中华民国护照 小粉红最后说 我真的也想去台湾了 我被他逗笑了 我又给他来猛的 我们台湾的护照是免通关的 他说什么叫免通关 就是你下了飞机 拿着护照 不要到柜台去办理手续 直接就出关 去拿行李 他说啊那么好 好了到家了 今天买的太多了 小黄瓜今天先不吃 先放到冰箱里去 冰一晚上会更甜 明天出汗才能用面粉洗它 绿竹笋最好是凉拌 下着皮煮 现在煮好了 这个时候再扒皮 这个台湾人民都会吃 我想澳洲和美国的朋友那边也很少这种绿竹笋 我就不要再统加步骤了 大家都懂 我是用滚刀式的切法 也可以切方块 全部切完装盘 其实就这样吃就可以 永长我煮好就这样吃 今天是用沙拉 绿竹笋本来就甜甜的 加上沙拉更甜 就非常非常的好吃 我们山里卖的是60块钱一斤 不知道你们那里卖多少钱 主要吃是现挖的 非常的脆 非常的甜 挖出来 马上带回家 不到一个小时 就已经吃了非常甜 很好吃 好了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感恩吧 生活在台湾的你 我 他